分享在埃及其中一個環節 就是有一次的聚會本來是我帶領的 但是後來因為各樣的問題 時間的問題我只有十五分鐘 只有十五分鐘的時候 希望幫到他們明白聖靈因高 幫助他們去追求聖靈充滿 十五分鐘實際上是很難做到什麼 並且指示說他們可能未必很準備好 所以你不要教導式是分享式 我更加覺得困難 怎樣去分享呢? 又要教導一件事又要用分享式 其實應該是柔和的方法來幫助他們 我分享這個情況就是大家去想想 當我們在一些困難的情況 而要做神要我們做的事的時候 怎樣辦呢? 當時我就問神 神給我不同的意念 首先我就看到已經過了 他們只有一個年輕人來 當時只是服侍他們的敬拜者 這個聚會只安排到 就是祝福服侍他的身 которая幫他們 ranked聖靈院在敬拜中 然後他當成一個靈 他就全部在教導打鼓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 好,在另一個靈 他就在彈琴了 他們各自有他們很投入在做的事 而我又想去幫助他們 覺得他們會不會開放呢 後來他們有人說預備食物 已經過了中午了 還說預備食物 他們就出來吃東西 出來吃東西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時候 子立 我現在正在摺錄 可以摺錄 停一停 停了藥 好 由零開始 不是零開始 停了 我看到他們在摺錄 我就走過去跟他們談 要翻譯的 跟他們談 很驚奇地發現一個很奇妙的事 就是那個翻譯的人 以前看過祖安聖靈的書 為祖安聖靈翻譯了做阿拉伯文 不是翻譯書 不是翻譯文字 是翻譯讀出來 然後這個年輕人也聽過 然後我就問他 他就說他很喜歡 他很想 他很渴望 可以經歷到 我聽到 非常好 他說這是一個突破點 我跟他說 我向他祈禱 讓你經歷聖靈好嗎 他說好 另一個也說 願意 於是 那時候我就請他進去 為他祈禱 那我就幫助他 放鬆他人 投入 他親近神 然後就在相信神 愛著你 然後我就為他 運手祈禱 然後我就問他 有什麼經歷 這個人其實在祈禱的時候 他都經歷強 因為他身體在搖動 然後問他有什麼經歷的時候 他就說 很平安 很輕鬆 還有他說好像去到另一個地方 那樣 好像去到另一個境界 那這個真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雖然我只是15分鐘 但這個不是10分鐘之內 是之前 然後另一個祈禱 這個祈禱的表面的經歷就沒有那麼強 但問回他的時候 又是很強 因為為什麼 他說 我未來的時候 是很重的淡子 但是在祈禱的時候 那個心就鬆了 並且又好像去到另一個境界 那樣 於是 我開始了15分鐘 我幹嘛呢 就叫他們兩個分享 又有翻譯 然後那些人的心就很渴望 然後我就解釋關於聖靈充滿 聖靈的能力 如何聖靈幫助我們 然後在那時候 那些人就很開放 之後為他們祈禱 也都是 有好幾個人是經歷聖靈的 那我想說什麼呢 要預備這件事有幾樣 第一就是我們跟神的關係好 以致隨時為人祈禱 都會有很多人經歷聖靈 第二就是問神 現在有什麼機會 雖然當時來說 是有什麼機會 要跟祂溝通 還要說 祂未很準備好 但是後來溝通 發覺原來他們其實有渴望的心 當他們分享的時候 就會準備好 準備好讓那些人有開放的心 這個就變成為分享 然後當我說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很渴望 之後祈禱都有好幾個人 經歷聖靈的臨在 安慰 釋放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首先我們自己 不要被任何人壓住 時時親近神 時時有神的同在 而在一些很困難的情況 就算時間很少 就算很多事情很困難 但是都相信靠著耶穌可以衝破 神可以做神職其事 而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怎麼做 我希望大家不單止自己經歷過 就是有這個信心 其實我這次去了之後 知道其實他們有很多地方 是有需要的 雖然這一次的安排只有限度 但當我去完這次 我就知道其實 他們是會有很多地方 我們可以去到很大的祝福和幫助 這個都是神預備的 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在以賽亞書 十九章十九節開始 在這個時候 我可以用這個時間來 跟大家解釋一下 到底埃及在神的計劃裡面 有什麼重要性 揭去以賽亞書十九章十九節 讓我們看得到 神在中東的地方 是有祂奇妙的作為的 不是好像我們隨意去做為的 神有祂奇妙的計劃 十九章十九節開始 我們可以一起讀一下 如果你不找到的話 那天在埃及地中 必有為耶穌華 足的一座壇 在埃及的邊界上 必有為耶穌華 立的一根柱 這都要在埃及地為耶穌華 埃及之耶穌華作記號和證據 埃及人因為受人欺壓 埃及耶穌華 他就差異一位舊主作為為者 拯救他們 也說必被埃及人所認識 再那天埃及人必認識的我 也要見世物和眾物的敗法 並且又說虛擬還原 也說必激打埃及 又激打有意志 埃及人就威嚇的我 他必依奉他們的情報 依存他們 當那天必有埃及空空 阿術去的大道 阿術人要進入埃及 埃及人要進入阿術 埃及人要與阿術人一同敬拜耶穌華 多那天 以色列必與埃及 阿術三國一樂 使地上的人得報 因為人兩根之耶穌華 遲不得他們說 埃及我的百姓 阿術我守的工作 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 這個經文是說一件很特別的 在末後的日子會應驗的一個語言 因為這個語言到現在是未曾應驗的 我們是沒有見到這件事 因為最後那裡說到什麼呢 它有一條通道 由埃及去到亞術那裡 有亞術人就要進入埃及 埃及人又進入亞術 埃及人和亞術人一同敬拜耶穌華 因為在前面那裡就說到他們 有這個祭壇 還有說到一個根柱 就說到他們來到神的面前去獻祭 當然舊約有舊去獻祭 那這裡如果應用在這個時代 就應該就不是獻牛羊了 而是獻感謝為祭 讚美神為祭 然後21節就說到耶穌華 必被埃及人所認識 即是埃及人會認識神 到那天 埃及人必認識耶穌華 有意獻祭物和供物 並向耶穌華許願 就是因為講到這個祈禱 即是祈禱帶來一個這樣的復興 因為他們有這個祭壇 有這個討告來親近神 然後就 雖然埃及會受擊打 即是他們有受苦 但是埃及人就歸向耶穌華 他們就會回到耶穌華 得到神的拯救 以及得到醫治的英文他們 然後就會有通大道 亞術其實包括什麼地方 就是現在中東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是包括在亞術的範圍之內 就是從埃及就會通去亞術 然後亞術人就要去到埃及 埃及人又去到亞術 埃及人和亞術人一起去敬拜耶穌華 即是講到這個地方 是很多人去敬拜耶穌華 在這個時候 以色列和埃及和亞術三個國 一路使地上人得福 當他們歸向神的時候 就叫全地的人得福 所以這裡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要這麼關心以色列呢 這個經文就解釋了 當以色列、埃及和亞術 中東的地方的人歸向神的時候 就會使地上的人得福 即使當地的人和全地的人得福 這就是神的其中一個方法 一個計劃 其實在舊約講到很多 關於神如何在末後的日子要拯救以色列 最後就講到埃及我的百姓 很特別 他怎樣稱之為埃及 我的百姓 因為從來 我們經常聽到以色列就是神的百姓 但這裡講到埃及是神的百姓 亞術是我首的工作 以色列是我的產業都有福 就講到在中東的地方 都是神所揀選拯救的 當然不會全部的人得救 因為這個世界上 而且很多人是抗拒神的 但是會帶來一個復興 所以我們關心中東 關心以色列 都是一樣成就神的計劃 這個經文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文 將埃及、中東、以色列都放在神的計劃裡面 我們最後再讀一次神講的 埃及我的百姓 亞術我首的工作 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 這裡是很感謝神 讓我們能夠去到埃及 雖然那裡的女費比較貴一點 但是是一個機會去祝福他們 神是賜給我聖靈的恩高 並且去訓練人 如何有聖靈的恩高 又賜給我教導 各樣在侍奉上的幫助 我希望將來我再去的時候 再去祝福當地 都為了他們去討告 特 enlar你們的 天高 再去祝福 今天 院 非常 透過 銷子 我 心 從